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引发热议的事件 知名运动员易见连被指控涉入嫖娼丑闻 根据网传信息 易见连的身份信息与法院公开的判决书相吻合 这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 报道指出10月17日 有人声称易见连向其支付1500美元 拍摄了一次他的裸体照片及身份证等详细信息 这些信息与2012年北京高院的一则行政判决书一致 然而对于这些指控 无论是易见连本人还是相关机构都未给予明确回应 更具挑战性的是 随着事件的发酵 与易见连相关的品牌赞助商纷纷删除他的一切宣传资料 这是否代表着他已经面临着公众形象的重大危机 同时 网上也出现了疑似泄露他身份信息的社交媒体用户 随后该账号却神秘消失 律师指出若事件发生在中国境内 易见连可能面临拘留或罚款的法律后果 而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外 则需是当地法律而定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这位篮球明星的未来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知名篮球运动员易见连疑似卷入嫖娼丑闻 牵动无数体育爱好者心弦 网传的信息中裸照身份证等私人信息被公之于众 如炸弹般激起千层浪 顶端新闻的记者迅速行动 向一位与易见连有过工作交集的业内人士 核实此事 却未能得到明确的回应 引发舆论震动的不仅是丑闻本身 更在于网传照片中易见连身份证的住址和出生日期 与2012年北京高院一则行政判决书中的信息惊人一致 彼时法院判决书涉及的是易见连体育用品 中国有限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标争议纠纷 提供的信息无意为这次事件的真实性增添了几分迷雾 社交媒体上某用户自称与易见连有金钱交易 并晒出疑似易见连的社交账户截图直言去百度一下 然而随着事件的发酵 这位用户的社交平台账号迅速消失 难密踪迹仿佛从未存在过 与此同时 社交网络和品牌合作商的反应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 CBA联赛官方赞助商中国人寿删除了所有关于易见连的宣传信息 君乐宝 广发银行等纷纷效仿 曾经高调合作的品牌现在却如影随形般撤退 留下的仅是被删除的空白 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表达着一种态度 然而 仍有一些品牌在观望 Nike 欧莱雅男士等依旧保留着易见连的宣传内容 似乎在等待更多的事实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 记者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却频频碰壁 无论是广东省体育局 其经纪公司 甚至是东阳光虫草相关公司 电话无意接通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顶端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网传朋友圈的截图定位显示在北京某酒店 记者随即联系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得到的回应是需要发送采访函以获取进一步答复 此时此刻 群众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 更在于官方何时会给出明确的回应 东莞市政协的态度也引发了关注 作为县职东莞市政协委员的易建联 其身份使得事件更具敏感性 大风新闻的报道中 东莞市政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网上的信息已经引起重视 但事件真相仍有待调查 官方将事实给出通报 既然网传的易建联身份证信息与北京高院的判决书信息一致 这是否意味着事件的真实性不容质疑 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们指出 曾有疑似嫖娼的聊天记录曝光 其中的身份证图片被指使用了PS技术 更有实图工具和搜索显示 这张身份证照片在多个网络平台出现 原图似乎是来自一张尼日利亚男子的身份信息 尽管如此 事件的热度并未因此降温 关于易建联是否可能因嫖娼在法律上承担责任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兆庆提供了专业见解 如果事件发生在中国境内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易建联可能面临拘留或罚款 一旦确认嫖娼行为 拘留或罚款将成为法律的必然选择 但如果易建联在国外发生嫖娼行为 那将视乎当地法律的规定 如果所在国法律视嫖娼为违法行为 易建联可能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 在国际法框架下 中国国内法律通常不会主动对这类行为进行跨国追责 除非涉及严重的国际犯罪或国家利益 随着时光推移 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不仅是对事件本身 更是对易建联未来的关注 作为曾经的国民偶像 篮球场上的传奇人物 易建联的每一部都在无数聚光灯下显得无比沉重 随着更多信息的揭露 真相之目能否被全然揭开 或许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问号 故事从一个晴朗的早晨开始 突然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席卷了社交媒体 知名篮球明星易建联被爆出疑似嫖娼 并附上了据称是他的裸照和身份证 这一消息犹如平地一声雷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网络上瞬间热闹非凡 网友们纷纷化身名侦探 试图寻找事件背后的真相 然而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易建联本人及其团队犹如人间蒸发 毫无回应 大核报预视频 看见记者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的电话线几乎要被拨烂 首先 记者拨通了广东省篮球协会的电话 试图从那里得到一丝蛛丝马迹 然而工作人员却一脸茫然 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被问及易建联的现状 对方也只是耸了耸肩 他们说易建联已经退役 与省蓝鞋没有任何瓜葛 看来想从这条线上找到突破口明显是没戏 接下来记者决定转站广东红远俱乐部 也许作为易建联效力多年的老东家 他们会知道些什么 然而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听到易建联三个字 仿佛见了鬼一般连说三个不知道 电话随即被挂断 如此珍惜字数让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出于不知情 还是另有隐情 至于北京仲辉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这家易建联的经纪公司更是难以接近 在记者连续多次拨打电话后 要么被挂断 要么无人接听 显然公司内的电话铃声此刻显得格外刺耳 甚至连短信也没能得到任何回复 看来这个谜团的解答之路比想象中更加曲折 与此同时记者也不忘联系中国篮球协会 然而电话那头同样是寂静无声 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记者不禁想难道这是一出集体失声的戏码吗 在记者的努力下终于抓到了一个回复 东莞市政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易建联确实是东莞市政协委员 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网上的传闻 但具体情况上不明朗 看来官方发声还需时日 而易建联的代言品牌 君乐宝乳业则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公司表示 易建联确是他们的代言人 但对于目前的传言毫无头绪 更有趣的是 记者搜索发现 君乐宝的官微上已无法找到易建联的名字 难道是见风使舵 迅速与易建联划清界限 在这一系列电话马拉松结束后 记者最后联系了易建联创办的新火阵营文体教育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 对方回应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信息通知 没有办法回答你 然而 他们话锋一转 表示公司的课程业务仍在正常运营 虽说危机当前 但生活还要继续 课程还是得上 正当记者们为一无所获的探寻挠头时 董球帝的报道为这场遗云提供了新的视角 围观群众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易建联的身份证信息上 有人在12306上添加了曝光的身份证信息 竟然成功购票 而系统提示说 此乘客不能购买行程冲突车票 这个意外的信息似乎暗示着 易建联的名字已在购票记录中留下了痕迹 更有甚者 在某科技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 易建联的身份证信息赫然在列 1987年出生 身份证号是441开头 然而 早前有记者对易建联的年龄提出质疑 称其可能谎报年龄 有网友尝试用易建联修改年龄前的身份证信息 1984年出生 身份证前三位为440购票 竟然也成功了 这一切不禁让人纳闷 易建联究竟有几个身份证信息 这其中的奥妙 似乎比任何一场悬疑剧都来得扑朔迷离 然而 真相究竟为何 恐怕只有当事人出面才能揭开 眼下 这场大戏仍在继续 究竟何去何从 大家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在这起关于易建联的事件中 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网传信息 尤其是在没有官方确认之前 虽然有部分信息与法院判决书一致 但这并不直接证明其真实性 我们应当记住 易建联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生活一直受到高度关注 类似的传言也曾多次出现 我们应牢记 未经证实的消息 可能会对个人造成巨大伤害 尤其是在如今信息传播迅速的时代 任何未经核实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 易建联自2002年进入广东宏远 曾为国家赢得诸多荣誉 现在还身兼东莞市政协委员 影响力巨大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信任和时间来回应 而不是过早下结论 楚天书 你的观点虽然出于善意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在这起事件中 信息泄露的程度和细节的精确性 确实令人担忧 易建联的身份信息 与法院判决书一致 说明这些信息 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不应简单将此事归为流言 而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 公众人物享有光环的同时 对其行为的公众监督 也是一种责任 历史上 许多公众人物 因为类似事件 最终被证实不当行为 譬如好莱坞影星凯文 史派西在性骚扰指控初期 也曾被认为是流言 然而 随着调查深入 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 相关部门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 谢奇奇提出的观点 无可否认 是在提醒我们保持警觉 但从法律角度来看 任何指控在未被证实前 意见连都享有清白的权利 而且 关于信息泄露的真实性 我们看到了一些披露的信息 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身份证图像 被证实 可能经过伪造 试图工具识别出这些身份证原件 属于尼日利亚男子 并以广泛传播 我们应关注信息的真实性 而非人云亦云 还有历史上也有被诬陷的例子 比如美国的冤屈案 中央公园五人案 这些青少年被错误定罪 数年后才会清白 意见连的事件同样需要严谨调查 而不是流言蜚语的裁决 在这起关于意见连的事件中 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网传信息 尤其是在没有官方确认之前 虽然有部分信息与法院判决书一致 但这并不直接证明其真实性 我们应当记住 意见连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生活一直受到高度关注 类似的传言也曾多次出现 我们应牢记 未经证实的消息 可能会对个人造成巨大伤害 尤其是在如今信息传播迅速的时代 任何未经核实的信息 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 意见连自2002年 进入广东宏远 曾为国家赢得诸多荣誉 现在还身兼东莞市政协委员 影响力巨大 我们应该给她更多的信任和时间来回应 而不是过早下结论 楚天书 你的观点虽然出于善意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在这起事件中 信息泄露的程度和细节的精确性 确实令人担忧 意见连的身份信息 与法院判决书一致 说明这些信息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不应简单将此事归为流言 而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 公众人物享有光环的同时 对其行为的公众监督也是一种责任 历史上 许多公众人物因为类似事件 最终被证实不当行为 譬如好莱坞影星凯文 史派西在性骚扰指控初期 也曾被认为是流言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 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 相关部门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 谢奇奇提出的观点 无可否认 是在提醒我们保持警觉 但从法律角度来看 任何指控在未被证实前 意见连都享有清白的权利 而且 关于信息泄露的真实性 我们看到了一些披露的信息 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身份证图像 被证实 可能经过伪造 试图工具识别出这些身份证原件 属于尼日利亚男子 并以广泛传播 我们应关注信息的真实性 而非人云亦云 还有历史上也有被诬陷的例子 比如美国的冤屈案 中央公园五人案 这些青少年被错误定罪 数年后才会清白 意见连的事件 同样需要严谨调查 而不是流言蜚语的裁决 楚天书所指的法律原则 当然应当遵守 但这并不能否认 公众有权提出疑问 关于身份证信息的真实性争论 目前无定论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多个品牌 代言人方面的反应 这些公司迅速删除了 与意见连有关的宣传 通常 这类行动 说明他们对事件的严重性 有所察觉 而非空穴来风 正如水门事件中 虽初期证据不足 但通过媒体和公众的压力 促使调查深入 最终揭示真相 我们需要继续推动问责 确保事件得到彻底调查 谢奇奇提到了 品牌撤销宣传的举动 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信号 但同时也可能反映了 企业在面对风险时的自保行为 而非事件本身的真相 企业出于商业考虑 往往对风险事件 采取零容忍态度 这是商业逻辑 而不是事实的法律裁决标准 类似的情形 在多起事件中都能观察到 比如2018年星巴克种族歧视事件后 虽然初期公司反应颇为激烈 但后续调查澄清事实 并非如此激烈 我们应保持冷静 等待更确凿的证据和调查结果 而不是被商业决策的表象所误导 楚天书提到了企业决策的商业逻辑 我完全同意 但企业的选择也是基于风险管理 他们往往拥有更多信息和专业判断 退一步讲 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质疑是基于社会责任 推动这一事件得到透明公开的调查 公众人物的行为规范 不仅关系到个人形象 也涉及到社会信任 我们不应排斥公众的监督 而应视为对个人和社会正义的维护 这次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仍需等待官方调查结果 但公众的质疑为 推动事件走向透明化 提供了动力 就如同其他历史事件 公众的发生常常是正义的催化剂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中 我们看到两位辩手在如何看待网传信息 法律原则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楚天书主张在未经正式的信息面前应保持谨慎 尤其是考虑到意见联 作为一名公共人物所承受的压力 而谢奇奇则强调了 对于事件的深入调查和社会监督的重要性 并指出随着信息的泄露 这一事件并非无敌方式 首先 楚天书所提出的观点 强调了法律原则和个人隐私的重要性 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于任何消息的传播 都需保持批判性思考 特别是那些可能对个人造成伤害的流言 然而 过度的谨慎 有时候也可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 楚天书在他的论点中对信息的来源持怀疑态度 强调了保持冷静的重要性 这一点是必要的 但是否也太过强调了等待证据这一点 可能会导致轻视社会对真相的追求 谢奇奇则在辩论中提出 公众对事件的质疑和监督反映了社会责任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提到的品牌快速撤销与意见联的相关宣传 的确案是了事件的严重性 这不仅是企业的风险管理 更是社会对事件敏感性的反应 谢奇奇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指出了社会对公众人物行为的监督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整体来看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视角 分别是对个人隐私和法律的尊重 以及对社会责任和透明化的追求 虽然楚天书的谨慎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但在面对可能的社会不公时 过于保守的态度可能会阻碍对真相的追求 谢奇奇的观点则更能引起对事件的关注 并激发社会共鸣 最终 我认为在对待此类事件时 必须在尊重个人权利和维护社会责任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场辩论不仅让我们明白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也引发了对当前社会信息环境的深思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听 on the TV screen see the world unseen China's on the news tonight History in the spotlight Scroll through my phone aga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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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